庄志願砸一億元,達到拼夢基地 愛玩桌球一哥,庄志願眼神銳利地盯著小球員們練球 原來這是庄志願的家與訓練基地 志願乒乓運動館 人稱孤星的庄志願,沉迷甚早 不過他刻骨訓練的風格從來沒練過 他受我要求嚴格,比正常半夜想球想到失眠 起身繼續苦練 庄家為了讓他安心練球,賣了原本的房子 在高雄古山區買了一塊地 在庄媽李桂美規劃下,從無到有,一磚一瓦 建起了這座運動館,耗值約一億台幣 運動館一樓是一般球館,開放給一般民眾與團體成豬 二樓由庄家自助,三樓是桌球學員的宿舍 四樓就是給庄志願與職業選手面積的專業序列場地 球館在獲得鴻海集團含四倍贈內十年六千萬台幣贊助前 幾乎全由庄家獨立負擔各種費用 很跟的庄志願說 只要對桌球好,他都肯做 還負擔得起就自己來 蘭蘭很歡迎各界多幫忙,不過沒有也沒關係 他特別感謝鴻海郭台銘董事長的幫忙 讓庄家輕鬆很多 收訊學員表示,在抽管中可練球技也要求品性哦 抽管中有兩台發球機,可以設定九種型態不同發球 包括正反手來球,左右上下旋轉 讓學員練習接發球 庄志願特別告訴蘋果讀者,桌球的入門基本動作 打正手拍時,拍面對球維持30到45度 手肘保持一定角度,拍面會比較穩定 接發球身體重心前景,前臂、手腕、手指合力 但又要自然放鬆,盡量在接球時,讓球摩擦到膠皮 也會球和拍面觸感 庄志願希望能推往桌球,也培育桌球種子 讓未來有更多的裝機編,為國爭光 鬥新聞,高雄報導 貼心照片 又有一次 40金零 我不能練習